大家好,欢迎来到菜调解说三锅刹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有一局录像 本局录像也是我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打出的 这个我认为比较好玩的或者是比较精彩的局 带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好的,废话不多讲,直接进入录像 我们这一局的话,选将Cross是有六个选将 然后有魏国和群雄的 因为今天在直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今天我用群雄的时候感觉特别顺 好几局都是,都是什么都没干就赢了 所以说这几局我觉得今天群雄可能风水比较好 我就选择了群雄 而且说实话,从单挑强度上来讲的话 这个张角貂蝉也是最强的 魏国的话强度也还可以,有株连密合 当然你也可以玩邓爱,都可以 但是我选择了这个张角貂蝉,感觉张角貂蝉还是比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武将 而且有妹子嘛,大家都喜欢玩妹子对不对 好了,直接进入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三号位,一个无限,一个黑桃,一个桃 我觉得手牌已经不错了,虽然没有装备,还是不舍得刷的 一号位顺了一下八号位 给了一张火上铃银,表示我顺你一下,我再给你一张,别记恨于我 也是非常的贱呀,是吧 然后上家离开了 那么你离开了,我就捅一刀吧,反正手牌一出了 上一刀,结果发现场上有一个蔡文姬啊 这个读条只能是蔡文姬,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魏国的什么的 或者是鱼籍什么的,对吧 然后庞德用斥令 香围 关羽 孙奔 草丕 孙权 哇,都亮出来了 这时候我表示我也没有必要藏了 如果藏着我还要掉一滴血 然后可能还会被庞德打 然后庞德火烧连营,只能打蜀国的 邪天子以令诸侯 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上家就是个独裁了,有可能 孔容大哥给了一闪一黑糖 我当时托管表是没闪是吧 其实张角有的时候是可以打暗号的,张角 然后这个 庞德杀我 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思路啊兄弟们 这个局就是说除了草丕和暗将以外是两蜀两无 而且蜀国跟吴国要比我先动 我这时候批谁都批不死 我不管是批蜀国的还是批吴国的 都会把他们调罪得非常非常深 他们会无脑干我,对吧 尤其是这两个吴国兄弟们 我其实兄弟们 我最想打的并不是这个草丕 我最想打的是吴国人 为什么呢 大家看看这两个吴国人啊 都是三邪武将 非常强 有可能有鲁素 孙上香或者大乔这三个 令人非常非常讨厌的武将 而且说句实话兄弟们 我个人 菜刀个人认为 在多方博弈 实力比较均衡的局里面 吴国是Online上 路人局里面玩的最贱的一个势力 是最搅屎棍的一个势力 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吴国完完全全可以自己看戏 去剪漏的 因为他们嘲讽也不算很高 只要他们把鲁素大乔和孙上香这种比较嘲讽的武将给藏好 路人他是没有压藏半将的意识的 真的嘲讽是不高的 只要老老实实的猥琐 真的看戏 很容易赢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路人的吴国就喜欢去惹事 就喜欢去下逼控场 然后惹得自己这个仇恨值很高 到头来对吧 没有得不到一点好处 玩得特别贱总之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吴国是最搅屎棍的一个势力 但是我也刚才说了 我虽然想打但是我不敢打 好的那这样的话我就决定了 那既然蜀国跟吴国我都不愿意打 那就算了把这个草坯给和谐掉得了 对吧 毕竟这种局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互相掐个你死我活 这个草坯状态特别好的话 草坯收了我们的 一会儿我们掐了你死我活全场都残的时候 草坯这个打死人收拾着爆发 滚雪球也是非常bug 与其如此 算了吧 草坯和谐掉得了 姜维凉血 我们也没有劈姜维 姜维说不定也会感恩于我们 姜维也是给这个草坯这个连横一下 姜维说 杀一条孙笨吧 然后关羽 挂个瓷用剑吃个桃 挂个装备过了 蜀国潮口应该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姜维其实杀孙笨这一刀 杀的就不是特别好了 杀的不是特别好 杀了这一刀以后 孙笨可能就不太高兴了 要打姜维报仇了 此兄弟 红杀 怼 其实我是孙笨兄弟们 我用完这张借刀杀人以后 我把这个杀丢了 表态我不杀属国的 你们不要杀我 我也不杀你们 然后曹屁肯定打我 因为他生气了嘛 我比我打的太惨了嘛 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好了 草皮没有桃 我非常高兴 毕竟我想和写掉 而且他自己是一写的 我肯定很高兴 这个远交进攻 孔融打了一个无险可击 其实孙权没有必要远交 司马懿的 你远交蜀国的 或者是远交孔融 孔融都不会打无险 这个孙权乐乐关羽 表示关羽能杀到 我们家的孙笨 保护一下队友 这时候我的队友 吕布蔡英文基就亮掉了 有点忍不住了 兄弟说实话兄弟 你别亮啊 你按着去杀司马懿都好 你按着杀司马懿 估计也没有什么人救 对不对 你现在杀死他 当然大别率也没有人救 蜀国是肯定不会救的 给我的感觉 蜀国不会救 吴国是有可能会救的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兄弟们 吴国脚屎棍啊 特别恶心啊 没有办法呀兄弟 你按着杀就可以了兄弟 你这个亮出来 你给群雄拉嘲讽的 不拉嘲讽的兄弟 然后这样的话 蜀国果然是像我说的那样没有救 但是草皮自己有个9 你再动我一下 怕草皮应该会翻孔容啊 因为孔容有怪 所以我能杀到他 这蔡文鸡也是亮了毒条啊 也是看到确实他是蔡文鸡 其实我离开了 被我捅了一刀 江维 这时候江维可能就要打我们了 江维讲是拆了刺雄剑吧 不能被杀 然后关羽这个乐估计是被关过了 武上关心 司马懿应该是不会改的 那我肯定也不会改啊 没有必要去得罪蜀博 关羽挂个 挂个这个什么 木牛流马 传给江维 表示我们蜀国继续看戏 关羽感觉比江维会做人 对吧 大乔一看 卧槽 撒群啊 赶紧亮亮乐人了 这个张角那么多张牌 其实大乔晓亮亮的非常差啊 兄弟们真的 这个珠联立合 第一 珠联立合亮的很浪费 第二 这个三个 这三个群雄 根本就没有能力打全场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亮 看戏就好了 兄弟真的 大乔啊 这个吴国 吴国就是这个样子 吴国 吴国不会 吴国嘛 路人的吴国 真的没有几个会玩的 兄弟真的 然后这个 草屁掉虎了 冲权 然后就杀蔡文帝 背端 我们改一个背条 四马一想 改个梅花 他想用梅花回血 你想多了 兄弟 不好意思 然后翻到蔡文帝 因为他翻蔡文帝 才能反馈 要不然蔡文帝 还不能反馈 觉得他决斗砸脚了吗 然后联军盛宴 对这个蜀国使用 然后早知道 打无蟹可击了 联军盛摸了两张 摸了一个呼吸镜 点了个白银尸子 回来的血好烦 火烧连银 那你就吃菜兄弟 我不会给他打无蟹的 你主将不管孙少香 还是卤素 你吃了菜 我很高兴的 然后我给我和孔荣 打一个国无蟹 孙权之恒 然后我应该是能出乐的 无蟹 无蟹可击 闯住一下 决斗一下孙权 对吧 你敢打我们孙权不愿意出菜 自己救了蔡文姬啊 我就觉得特别逗 你见他 逼越一下 我们对吧 换一下皮肤 表示孔荣大哥 我有闪 Please fuck me 我把孙权批死 脚屎棍无果批死他 孔荣大哥说 我没有杀呀 教主 大家记住啊 案外上其实通牌呢 是一种非常可耻的行为 但是张角这个玩家 张角这个武将是所有玩家 默认可以通牌的一个 但是你只要不说换 换皮肤就可以了 每次张角通牌都觉得特别好玩 特别逗是吧 这个也说不上来 为什么兄弟们 就是贴吧 就是规定的 允许的 张角就是允许换 换那个什么的 然后这个姜威没有动 这个关羽的话顺走了玉玺 陆力同心 把小势力给连起来 因为蜀国是大势力嘛 有玉玺 然后我们给我们打个国务线 我不想掉鞋 这样的话 那他亮个旁桶再连的话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兄弟真的 然后笨哥估计还要漏我 这个真的是 非常的可爱啊 真的 特别喜欢 吴国 你看这两个吴国兄弟们 其实这局游戏 吴国真的没有人愿意 没有人去打他们的 这他们都是自找的 他们都是自找的 真的 你看这个鲁肃被打到一血了 还有这个大桥 铸联闭合都浪费了 一直在拉仇恨啊 拉嘲讽啊 真心的 没有必要 然后孙权这时候把鲁肃给亮出来 地蒙鲁的牌 我也是看着一脸懵逼啊 兄弟 你涂啥呢兄弟 你老老实实的待着不好吗 我们把万剑和酒丢了啊 留酒也没有什么用 留个沙吧 代劳可以留一下 万一一会儿有机会出牌的话 可以用一张代劳 这座估计是不会过的 因为有司马懿 天机难测 然后我们丢这个 我们还是留个桃 留个代劳 留个黑桃 毕阅了一张无限可击 没有闪了 孔容大哥给这个蔡荣基两张牌 没有毛病 姜维 姜维估计还是看戏啊 看戏的概率大一点点 果然啊 姜维这么大是对的啊 不要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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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讽 其实我现在想想姜维 其实有这个红杀孙笨 可能就是给孙笨过一张牌 笨哥你别 咱咱和谐对吧 我红杀你 然后这个关羽把这个蔡荣基连起来 这个属性杀 这个属性杀 属性杀我们 然后这个蔡荣基被翻了 笨哥掉血 鲁肃掉血 蔡荣基掉血 背歌 梅花 那我们没有必要改 然后我也掉血 蔡荣基再背歌 黑桃 那我也改不了 孔容掉血 背歌 梅花 挺好的 要不然我改不了 要背歌 黑桃的话 关羽翻过来了 二哥也是这个玉玺不舍得丢啊 大乔 给司马懿一张连横牌 吴国人真是脚屎棍啊 路人都那么仇畏 不知道为什么这局这两个吴国 这么喜欢脚屎棍 要一直保这个司马懿啊 莫名其妙的 看不懂啊 各种看不懂啊 兄弟们 司马懿 给孙权 起牌 孙权 我估计我的牌又要地蒙给大乔了 行过这个孙权 亮瞎我的狗眼 居然把我的牌地蒙给了曹丕 兄弟 曹丕是你爹吗 兄弟 这吴国人真的是特别喜欢拉着桃粉啊 兄弟们 兄弟们 我客观咱再也想要客观的跟大家讲 你们说兄弟们 如果这局吴国孙笨藏着这个大乔 孙权藏着鲁肃 他们俩就一直 制衡摸牌 气牌 摸牌 气牌 有人打他们吗 我觉得是没有人打他们的 真的没有人打他们 因为群雄已经 群雄已经制定好目标了 要杀司马懿的 在司马懿死之前 群雄肯定不会去打吴国的 但是吴国人就是要拉仇恨 就是要当嚼屎棍 结果你看到头来 现在 群雄是不是 这个吴国人状态是不是搞得很惨 本来他们两个人都是蛮状态的 还藏着中连地盒 藏着鲁肃 去报多好呀 非要去拉仇恨 就搞不明白他们的想法 真的搞不明白他们的想法 孙权这时候 使言其君就是让他丢玉玺 然后我们这个乐 那没办法 丢一张杀了 有一张吊虎离山吧 然后这个对吧 二龙哥哥有闪了 Please fuck me 二龙哥哥去杀曹丕 其实我觉得曹丕可以考虑丢护心镜 他不是有头吗 他可以把护心镜给丢了 一会儿再回合那赤条回来凉血 因为我的牌被递蒙过去的牌是名牌 曹丕说 我就是要跟群雄刚 我要吊血反馈你呀 你用不心镜的话不能反馈 好吧 草皮这局肯定很恼火啊 要怼群雄 这个也可以理解 我是草皮我也很恼火 但是这种局 群雄要和解你 你也没办法 是不是 就是要刚你 草皮说 我他妈也要刚群雄 就是刚来吧 然后这个关羽翻到正面 这个大乔怼一刀关羽 然后没有放南蛮 害怕这个压孙权的血线 草皮又摸了那张吊虎离山 杀这个蔡文鸡 贝哥这个 这个八卦阵 改了个黑档啊 草皮说 我他妈要跟群雄死磕到底 我妈要吃菜 对吧 不要吃 贝哥 贝哥一个梅花啊 张家 这个他改成梅花了 我们改成黑桃啊 我们把他改成黑桃 休想 休想 哦不对 是贝哥的一张梅花啊 贝哥的一张梅花 我们这个手上只有梅花 我不舍得改这个黑桃装备的 对吧 改完以后 我的手牌变多了 有可能会被地蒙 我当时想了想 算了吧 绝对我给丢了吧 换成一张这个杀的了 万一孙权又放一张 那买什么的呢 对吧 留一张杀吧 感觉要绝对我没有用 现在我可能也 第一我的牌可能会地蒙 第二 我还不如留一张杀 反正来买什么的呢 孙权给了这个 司马懿一张连横牌啊 这时候我感觉 孙权有可能会不地蒙我了 感觉有可能会不地蒙我的牌了 我感觉 火烧连营 火烧连营 孙权好像要吃菜 那么你为什么之前 打死菜王鸡 你要救他 你现在又想吃菜呢兄弟 你看看 你搞得自己很矛盾 你搞得自己很痛苦 而且你也不先地蒙 这样的话 鲁素被断肠了 就不能地蒙了 何必呢兄弟 搞得自己这么痛苦 要吃就早吃吗 然后这个孙权 应该是有一张 无限可击 兄弟们 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在草批的回合内 是没有无限毒条的 孙权动完以后 场上有个无限毒条 基本上就是孙权的无限可击 我们要用这张远交进攻啊 就得把孙权给吊虎离山了 对吧 我们把孙权和孔荣 吊虎离山了吧 孔荣毕竟是队友 然后吊虎离山了以后 我们可以远交一下蜀国人 因为我不想远交 其实我可以远交这个庞同 我肯定不会远交吴国 跟这个司马懿的 对吧 这吴国这么脚屎棍 司马懿是我要干掉的人 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要干掉司马懿 一切先干掉司马懿以后再说 对吧 因为司马懿活着 也是跟我们死磕的 那我就得干掉他 那么我当时想的是 先离间一下曹丕 跟这个关羽啊 因为这个离间一下曹丕 跟关羽 如果我远交关羽的话 离间一下曹丕 如果掉血的话 有可能会反馈关羽 所以说我就 没有远交关羽 远交一下姜维 我们离间一下曹丕跟关羽 没有什么牌可以反馈的 不过他也是没有掉血啊 他发动了护青镜 我们慈用剑去杀这个曹丕 刘黑桃 好 孔容 孔容放了一个男帽亲 表示要收人头的 结果姜维来了一个主将 我当时就感觉 哇 就你们感觉 感觉完了 姜维续冒了一万年 然后还把旁头打叶盘了 感觉要崩到这两个蜀国 如果会玩的话 排率稍微好一点点 这二连动就输全场了呀 真的感觉好可怕 这时候希望 我特别希望孔容能离岸 给我一点这个杀 让我防南蛮 哇兄弟 你怎么不乐祝容啊兄弟 你不乐祝容 我们都要死了呀兄弟 然后孔容也是乐乐大桥啊 乐大桥就乐大桥吧 希望他能给我点杀啊 给我点杀防南蛮 让我活下来 孔容大概率是活不了的 孔容给了一张青江剑 然后看祝容将为要六张牌 关于三张牌 我觉得基本上就都死了 祝容南蛮要新 掉血 两个蜀国好像是没有桃子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没有桃子的 孔容要死吗 吃一个酒 那你为什么不把酒给我呀兄弟 放弃自己啊 你又活不了 这个祝容杀掉这个庞德 我现在真的好虚啊兄弟们 连个酒都没有 水烟七军 水烟七军呢必须得丢装备了 巧信大桥 这时候蜀国已经有能力打全场了 还好这个祝容啊 祝容这个没有什么更多的输出牌了 祝容这时候不应该丢这个五谷风灯的 兄弟们说实话 祝容应该开这个五谷风灯给关于找属性杀 这样的话关于大概率是有梅花的啊 关于让关于把这个关于铁锁了祝容跟大桥 在铁锁了我跟这个孙权属性杀这个祝容 然后我跟这个大桥就死了 然后他们二打一打 这个孙权是稳赢的 这是一个思路啊 这个祝容啊 思路非常不清晰啊 应该开五谷风灯 你们两个人先拿牌 你怕什么呢 大桥还被乐了对吧 应该开五谷风灯兄弟 真的 不要觉得敌人有三个人 你们就不开 而且敌人是后拿牌 这时候我就感觉完了 兄弟要死了 但是关于大概率会先干大桥啊 因为大桥有英魂和英姿挺烦的 而且如果乐天过了更烦的吧 关于 开一下孙权 铁锁了我跟孙权 雷莎孙策 孙策 孙策为什么不留礼给祝容啊 没看懂 这个关于有点菜啊 兄弟们有点菜 他这个铁锁连环 应该连大桥跟祝容 如果你要是不想 你觉得大桥被乐了 不想打大桥 你觉得乐肯定能中的话 你也可以连我跟祝容 因为我的牌比较多 就是总之你得带走我 或者是带走大桥当中的一个人 真的关于你 你这波打的有问题啊 你这种打的有问题 你这样一个人都杀不死 然后这个孙笨 给这个孙权 英魂一下 他已经不叫卢素了 他叫孙权 然后我们这个换一张 又有诬陷可击 这样的话 如果孙权有什么锦囊的话 我们还能保一下自己的命 而且孙权这时候说实话 大概率不会打我 因为 为什么他不会打我 第一 我张脚他不太敢打 第二 就算他有决斗 或者是火烧连银 他应该也不会打我的 对吧 不是说因为我们俩在铁手上 他不打 因为这两个 他打死我 他们两个人这个状态 打不过这两个鼠国的 然后这时候到了我的回合 我当时也是在考虑很久 这个回合应该怎么打 祝容手上大概率是有一个桃子的 他从头到尾没有叼过血啊 祝容手上大概率有个桃 这时候想打死姜维 还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 不 想打死姜维 三血三手牌的姜维比较困难 还不如看看能不能打死关羽啊 能不能打死关羽 这两个吴国说实话兄弟们 真的嚼屎宫一样 超级烦 我真的有点 当时在直播 好多观众都说 刀哥 算了 干死吴国 送属我 得了 感觉你也没有机会了 一血 你这牌感觉也没有机会 但是我说 坚持一下 我看看也没有机会 能不能打死关羽 我们火攻一下关羽 关羽手上是一张桃子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打死关羽了 我们可以离剑一下关羽跟孙权 再杀一刀 然后在这个火烧连营一下 关羽要求两个桃子对吧 离剑 他掉血 然后 我们 杀一刀 他把桃子吃了 我们在火烧连营 他求一个桃 祝容有个桃 就感觉好像正好打不死的样子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再考虑 当时我挂 冠师傅 其实冠师傅挂的是不对的兄弟 应该先离剑的 不要让关羽知道你有距离啊 这样比较好一点点 你不要让关羽知道你有距离 你离剑的话 关羽有可能会拼杀的 火烧连营 而且这个火烧连营打的不对 因为为什么 当时我特别紧张 因为我一直在跟咱直播间的观众交流 这局该怎么打 因为观众都在跟我说 刀哥咱干死吴国德了 别他妈打那个 蜀国了 干吴国德送蜀国德 因为这局吴国人真的好烦 我们就想杀个司马懿 这个吴国人一直在阻挠我们 还一直在乐我 一直在替蒙我 真的好烦好烦 但是我虽然说当时这个排序啊 就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的完美了 有点毛病真的 这火烧连营应该最后打的 不应该先打的兄弟们 我们离间 不知道关羽为什么要跟他拼杀 我都挂冠师傅了 我摆明大概率有杀的 你还跟他拼杀 你为什么 虽然关羽啊也是演员啊 演员真的是非常可爱 其实这一步我打错了 不过关羽 不过关羽告诉我 不过关羽告诉我 其实打过 关羽告诉我一个道理 就是打国家的时候 其实你打错不要紧 你在细节上打的不够完美不要紧 我会更坑 我会坑的让你 对吧 让你的错误变成正确的 然后这个孙女还有杀 跟他拼杀 这样的话 祝容救一下 然后我们就说了关羽 看能不能撤头回到凉洗啊 这样的话 祝容的回合 大概率能带走一个孙奔 哇 这就没有办法了 这就没有办法了 这个没有撤头啊 那海碧念肯定要挂的 是一张黑头装备嘛 这个时候我就想着说 乐孙犬吧 因为 因为这个吴国 第一吴国跟我们的仇恨值比较高 这关羽一旦死啊 这吴国人肯定要打我了 我并没有去乐孙奔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祝容 应该能打死孙奔啊 应该很有可能会能打死孙奔 只要他有一个顺差 或者一个决斗什么的 甚至有一个什么火烧连营 什么都能打死孙奔 其实我有点 真的有点想乐祝容啊 兄弟们真的 因为我感觉我一喜啊 我不乐祝容 祝容可能就一波 把我们全都带飞了 直接带走一个吴国 再带走我 直接一波进单天就赢了 但是我就不敢乐祝容 兄弟们 为什么 因为这个局 就只要我乐祝容 两个吴国洞 我必死 真的必死 对吧 没办法的 吴国人这么 吴国人这么脚屎棍 那我也没办法 一喜了 我肯定 相对来讲 肯定是祝容赢了 比吴国人赢要强 我最好是能自己赢 如果自己赢不了 那肯定我不能送吴国 对吧 所以我就乐孙奔了 我当时乐孙奔了 我害怕祝容 把孙奔打死以后 这个孙奔来和谐我 他比较膨胀 他觉得自己单天 能打过姜威的话 所以我乐乐孙奔啊 碧月的一个桃 感觉非常完美啊 完美的什么呢 然后我们看 那个祝容江维 能不能带走孙奔 我感觉带走孙奔的 概率也比较高 非常自信的 两上关心 九 以意代劳 他为什么要顺我呢 你为什么不顺孙策呢 哦 他觉得杀孙策 孙策不敢流离 孙奔可能 希望他不是属性杀 希望他不是属性杀 顺走了桃好伤心 这个他发动了方体化 这时候我们可以暂停考虑一下 孙策手上说实话 我感觉大概就是一张闪 兄弟们 这个孙奔这个时候 如果我是孙奔 我会选择流离给孙策 我会选择流离给孙策 如果孙策是闪 那么就其大欢喜 我们吴国二联洞 基本上感觉很有机会要赢 把张角干掉 基本上很有机会要赢 对吧 如果孙策手上不是闪 那么孙策就死掉 祝容收两张人头牌 对吧 然后如果张角不是闪 张角也死 那么马上就是我动 我有一个英魂 扒一下再英姿一下 我跟祝容将为单挑 可能还有一线圣机 其实机会虽然并不大 但是还有机会 对吧 但是如果我不流离 我自己死了 如果张角也死了 那么这个孙策还被乐了 祝容再收三张牌 肯定打不过 这个孙策肯定打不过 吴国基本上是没有戏的 虽然这个孙笨 当了一辈子脚趾棍到头来也是 对吧 犯了一个比较笨的问题 当然孙笨嘛 对吧 所以说我是他 我会流离 因为自己活下来 明显比孙策活下来 单挑这个姜维的 颖面要大一点点 要大一点点 而且你流离他 他要是闪的话 他更不会死 这是孙策还打了一句话 孙策说这波不亏 这波不亏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有闪啊 不要怂啊兄弟 那我们肯定要批这个祝容了 祝容还好 没有顺走我们闪直 顺走我们桃子 我们肯定要批祝容的 祝容把桃子吃了 然后祝容应该是一血就过了 应该就一血过了 然后孙权中乐 这个时候就到我们的回合了 我们是一血 真的好希望能吃个桃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很纠结的选择了 对吧 非常纠结兄弟们 如果我去打卤素 姜维动 可能我就死了 可能我就死了 我死了 可能我也就说 因为姜维只要能关心 只要能关个桃 他就会打死我 他打死我 跟孙权单挑 他是优势的 三血孙权连个装备都没有 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在姜维祝容面前 而且他还有个祝容 还能列任 祝容肯定会和谐掉我的 所以当时我想了 算了算了算 赌一赌吧 赌一赌吧 姜维收了吧 而且孙权被乐乐 就是过了两张威之牌的 其实挺危险的 真的挺危险的 他手上过了两张威之牌 他自己还能再摸两张威之牌 然后他还能再制衡三张 说一说就六七张威之牌的情况下 我感觉好危险 哇运气好好 闭越了一个桃 感觉有戏了 看孙权 哇中了一个变量碎段 感觉好伤心 这时候我当时犹豫了一下 我决定掉血吃桃兄弟 保这个闪 真的保这个闪 真的我想保这个闪兄弟们 真的 我害怕他下波来个九杀什么的 对吧 我如果我掉血 如果我出闪吃桃 然后空城 然后闭越一张牌孙权 有九杀肯定会九杀我呢 我就裸摸的一张闭越牌嘛 所以说我掉血 我决定还是掉血吃桃 保这个闪 虽然这张闪并不能雷击啊 因为我们俩在铁锁上 这个时候我 添过了悲凉筹断 感觉还是非常关键的 摸了一张闪电 这时候肯定挂上了 闪电劈孙权 我就有机会赢 然后闭越了一张梅花 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样的话可以改 可以通过这个闪电判定去换牌 孙权雷杀 那么我肯定 孙权雷杀我的话 我肯定是要雷击的 我手上是一张梅花 天盘飞条我也可以换啊 可以换牌 不怂 一张陆续同心 那我就换了一下 我就换一下 我就换一下 他肯定没有南蛮和决斗的啊 兄弟们 他有南蛮和决斗 他肯定先放南蛮和决斗啊 这是路人的尿性啊 所以说肯定不用怂啊 直接这个轨道啊 直接轨道啊 换一张陆续同心 可以重铸啊 可以重铸换牌的 不要怂 而且陆续同心 也不是闪电判定 我自己也不会被添判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这个重铸一下 拆一下孙权的手牌 杀一刀 这样的话 杀一刀有什么用呢 杀一刀的话 杀一刀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会避跃到桃子 不 我们有可能会避跃到 闪电判定 直接批死孙权啊 孙权现在手上 不管是什么牌 都不能被批死 因为他肯定不是无懈可击嘛 或者是孙权天判被批死 我们就能赢了 对吧 结果我们避跃了一个闪 结果没有这个闪电判定 还是比较伤心的 希望孙权不要有锦囊 不要有锦囊 孙权吃了一个桃子 杀我们 那我们只能 出闪不能雷击 因为天判黑桃 我们就死了 孙权这个时候 不应该吃桃的 他应该直接杀我 因为直接杀我的话 他凉血说不定 我就雷击他了嘛 说不定我就雷击他了 因为我赌 天判黑桃孙权就死了嘛 对吧 你一吃桃 那我肯定不会累积你啊 兄弟 咱俩在铁锁上的 不要批我 闪电不要批我 闪电不要批我 好的 摸了一张这个明光铠 这样的话是可以电孙权的 比喻 比喻了一张白银狮子 哇 这个白银狮子要先摸来就好了 这个白银狮子 白银狮子先摸来 可以挂上去 实在这个怎么着的话 可以这个轨道白银狮子回血 是不是 然后 这样的话 电来孙权也中了 我们直接垫孙权 赌他不是桃酒 他是桃酒的话 我们就输了 因为我们也在铁锁上 因为这个时候 他只要有一张杀 我们就死了 我们不能脱的 不能脱的 他还能制衡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垫了他 结果孙权不是桃酒 我们就赢了 我们可以看见孙权 最后是不是一张杀 反正孙权是杀的话 肯定会杀我的 我手上有鱁梁铭的 手上有鱁锁连环嘛 这样的话 这局游戏我们就获胜了 这个司马懿曹屁 也是一直没有离开 一直活到最后 一直留到最后在这看 为什么呢 他想看我的笑话 他想看看他这局 他这局跟吴国 两个脚屎棍一直在联合 看看最后吴国脚屎棍 能不能获胜 最后我获胜了 司马懿就不逼逼了 这个路人就这样了 兄弟们 不管怎么样 这局是我们获胜的 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对吧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对菜刀这个支持 希望大家对这个 菜刀的视频 多多的提意见 大家也可以去 站起520房间 去看这个菜刀的直播 站起TV520房间 或者是搜索 坎年有菜刀 都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 我的直播间 直播时间是 每天早上7点半 到下午的14点左右 然后大家也可以 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坎年有菜刀 非常感谢大家 下期视频再见